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顧得頭顧高博捷 今天的盤真的是有夠刺激的 上中下西 太刺激了 在我們解盤之前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來問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颱風會不會來 或明天會不會下雨 我們可以事先預測到嗎 因為氣象台可以預測得到 只是準確率是多少 股市也一樣 股市會不會刮颱風 下大雨會不會跳水 是不是也可以預測得到 事先知道 可以透過技術分析 透過技術分析可以事先知道這個問題 事先知道方向跟轉折點 就像之前 我們在談這個行情 會不會轉折向上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看之前 我們是 如果你能夠事先知道的話 技術分析真的可以讓你事先知道 只是準確率 它會有一點誤差 當A波下跌的時候 跌到9014的時候 但是我們在9077就知道 基本上即將進入了轉折 好 轉折就會進行ABC的反彈 ABC的反彈 那你要知道 B波的反彈的高點在哪裡 也可以透過技術分析 我們事先去預測到 事先去算出來說 它滿足點會在這個9396之上 那你就不會在這裡狂買股票 好了 那你知道之後呢 就不會陷入迷思 就是說大家說變盤往上 那你就失去了情緒控管的那個能力 就被市場所引導 被蒙蔽了你的理智 而失去了你的理智 而去被誤導到那邊的話 我相信這一波 這一波下來 我們也告訴你說 西波下來會達到這個點 那今天最低來到多少 西波最低來到了8860 這個位置上面 好 既然ABC都可以事先去預測得到 就像說我們股市 颱風要來我們可以預測得到嗎 可以啊 只是你那個方法對不對 你如果有技術分析 你當然可以事先預測得出來啊 因為我一直標榜的是 跟大家講的是 我做這個節目的目的是 我希望能夠大家人人來學技術分析 能夠知道邏輯裡面的結構 把技術分析學好你就知道方向 你就不會被市場的氣氛所影響到 這是我的一個初衷 好 我做節目的初衷 好 那到底這個盤落底了沒有 我們既然事先可以知道是走ABC 那西波落底了沒 也可以透過技術分析可以知道 好 可以知道喔 因為技術分析可以知道 相對的轉折點在哪裡 不是最高點 但是可以知道相對的轉折點在哪裡 好 這個點相當接近了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談了一個部分 就是說你要去抓止疊的關鍵 我們昨天已經談了 我們今天談第二 PAC2 我們所謂止疊關鍵的PAC2 今天非常刺激 那我接下來要跟你講的 你要很清楚知道 那個邏輯點 那個邏輯點是今天 我在盤中看到的現象 我告訴你 這就是攸關到明天開始 這個大盤西波結束 開始反彈的時候 它的一個關鍵點 而不是看到明天漲上來知道 對啊 為什麼漲上來 你要很清楚知道 今天因為什麼現象 這兩天因為什麼現象 而導致著接下來大盤即將落敵反彈 好 懂意思 來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 今天的盤中狀況 來 今天這個大盤 就10點半以前 一次殺 哇 殺殺殺殺殺 殺到大家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恐慌 為什麼 因為市場在傳說 第一個外資會出 哇 外資要落跑了 抹油了要落跑了 會非常恐慌嘛 第二個就是說 香港的學運好像暴動 大家也看到這氣氛 看到外資還有那麼多部位要賣 大家已經怕了 還看那個香港的學運 在那邊暴動 會不會影響亞洲的金融市場 再來盤中又傳出說 白宮遭不敏人士入侵 是不是恐怖攻擊 大家就更慌了你知道嗎 那一慌就看到這個跌跌跌跌跌跌 因為重點是代量 大家會怕 殺到大量會怕 但是我請大家看 10點半這個位置點 我打圈圈這個位置上 它已經有量價背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點位有很多現象 你去看 我打圈圈的這個10點31分 這個位置上 大盤是在跌88點最低的時候 你去看喔 記好那個打圈圈的位置喔 台積電 台積電沒有破 沒有破 再看一次 大盤是一路破底 一路破底 這個位置上一路破底 收在最低的時候 台積電沒有破底 這兩隻腳打得很穩 沒有破底 這是第一現象 這是第一現象 我昨天也跟你講了 我們看到一些現象 股票很強的 像懷亞科 打圈圈的位置在這裡 沒有破底 甚至是漲的 是漲的 我昨天也跟你講說 領先關鍵的領先指跌股 領先指標已經先出來了 我都讓 我昨天已經講清楚 所以我今天不再論述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叫聯發科 剛剛我們看到大盤 在破底的時候 聯發科是一路往上漲 一路往上漲 我們再看一遍 大盤是漲這樣 但是聯發科 是這樣 往上漲 跟大盤 已經透露出 它是一個強勢類股 我們剛剛看到 那幾檔都叫什麼 半導體 還有 當然還有其他股票 也是指標 像景碩 今天也是漲的 你仔細看 大盤在破底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漲了 甚至沒破盤中的低點 這就是半導體 這是今天盤中的現象 這是今天盤中的現象 但是你看到這個很容易 會看到什麼 失去理智 恐慌殺出大量來 恐怖 尤其是在做指數期貨的時候 你啊 一定要被抬出場了 真的 也自我了斷 但是你如果看現象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每一次的轉折 你要怎麼抓 每一次的關鍵轉折點 關鍵轉折區域怎麼去抓 都一定要有方法 那個方法其實並不難 你好好學 你就跟我一樣 可以看出現象來 好 那我們今天談的止跌關鍵 Part 2已經跟你講了一些股票之後 其實昨天我跟大家講說 半導體股裡面是叫日月光 我們談過嘛 什麼叫領先大盤止跌的類股 如果一個類股比大盤領先止跌 大盤跌三天 這個股票我沒有再跌 這個類股我沒有再繼續跌 它代表什麼 它叫領先股 俗稱的下一波的主流股 因為主流股會比大盤領先反彈 領先上漲 領先上漲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一些股票 我們剛剛談的那個華雅科 那些零發科都領先上漲了 而且三天不破低點 比大盤相對強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關鍵的一個訊號出來了 你懂的意思 那日月光也一樣啊 三天不破低沒有再破這個低點 沒有再破這個P點 我們昨天談過了 細品也是一樣啊 三天也不破低 也不破低點啊 那這就是指標股啊 所以這個指標股 我未來會帶大盤上去喔 會帶大盤上去你要搞清楚喔 就算明天上來的時候 這些指標股帶大盤上去喔 今天華雅科已經上來了 聯發科已經上來了 接下來呢 就要看台積電了 我們剛剛談到一個叫台積電 好 給大家看台積電的部分 因為 我們現在看華雅科 先從強勢的類股來看 你看華雅科今天漲停板 盤上漲停板 沒有錯 我昨天有跟你講說 它的量慢慢出來了 我不會叫你在這裡放空它 絕對不會 因為你空它你小心 要空的點是在這裡這裡這裡 好 我昨天已經交代過 只是說它 我們昨天說這個大量的一個量能槽 你要注意它量價關係 這是特定的有買盤進來 所以它的量能槽一直滾出來 非常好非常好 我說到了這一波如果真的大盤下去了 西波完成了 反彈上來的時候 我們不要因為放空而空 我們知道會反彈的話 我們盡量做價差 不管你是買股票 或空 你要懂得空 你要懂得下來 補股票 放在口袋 好 放在口袋 而不是空了 對了 那彈上來了 哇 又減彈 沒有意義 而是哪裡該補一下 你要試著補 哪裡股票有一些轉折出來 可以做差價的話 不管你是做多或做空 有差價做你要不要做 我相信啦 沒有人會跟錢過意不去的 好 這話跟我們昨天已經提過了 所以它今天也驗證了說 這個半年線不是壓力 而壓力在這裡 壓力在這裡 所以說你在做差價的話 當然有一點空間 那你上次錯過了這個空點的話 你可以等待這個位置上 這也是我們下一步要等的 但中間的差價你要記得 要先做起來 要先做起來 再來 今天聯發科基本上 也是大盤蠻強的一個類股 今天啊 哇 它漲5塊錢 大盤跌的稀里花當中 它根本都沒有跌 好 來 我們來看喔 我們剛剛講過一個指標股 領先股是三天不破低 有沒有 三天不破低點 它都沒有破 雖然今天還有在測試那個441 沒有破 既然三天都沒有破低的話 這個量能潮被特定能在這裡做短線的一個買進之後 建立部位之後 它成本在這附近的話 那代表一件事 我們已經確認它的一個反彈即將展開 它的反彈即將展開 好 我們照遠一點 它會反彈到哪裡呢 因為之前啊 來 我們照遠一點 我們之前在這裡告訴你說 要提醒你 要避開風景 因為未來外資會殺 這裡還在提醒你說 這裡有壓力要賣出 好 這裡的話 如果你放空的話 你要記得補一下 因為它不破低 好 那既然不破低 如果會上來的話 這個差價的短多差價 你要不要做 那下一次彈上來 你會說 那我套路在這裡的區域 我是不是不用賣了 這是一般人的想法 不過你要記住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你會套牢 為什麼你會從這裡套牢下來 就是因為你金融操作 帶了個人的情感在 所以你不願意賣 該停損的時候 你不停損 好 你要記住喔 如果你那個動作 你那個情緒還在的話 該停損 你不停損 因為你個人情感在裡面的話 下一波反彈上來 你絕對 我只能保證說 你絕對 你也不肯賣 那你不肯賣 我還是要提醒你 這個大量的低點 未來啦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破 我們都很清楚 只是說它會先反彈 但是你反彈上來 如果你不做調整的話 就是你套牢 你不做調整的話 會那個低點破的時候 其實後面那裡還有一段 那一段基本上 我相信你會受不了 你真的會受不了 所以在這裡我會強烈的跟你講說 紀錄分析可以帶你做 插價 來回操作 然後怎麼去降低你的風險 降低你的持股真本 這個是紀錄分析可以幫助你 好用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連發科既然要反彈了 好 那接下來 這也是半逃底的部分 還有呢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 景碩也一樣 來 它也是三天不破滴 甚至領先落底反彈 今天還出量 不過 對 它是領先族群 領先族群就是領先上漲的群 接下來就會看到大盤上漲 不過呢 我還是強調 這個反彈你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大量低點未來還是跌破 所以反彈上來 如果你是套牢在這裡的人 你一定要把插價做起來 降低成本 怎麼操作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你可以跟著我 帶你怎麼去 把那個插價賺起來 把那個插價做起來 好 現在呢 最後有一點東西 就是有一點指標確認 就是叫台積電 好 今天台積電長這樣 它沒有破這個低點 它沒有破 大盤呢 是破了這個低點 但是它沒有破 比較勉強沒有錯 你能不能說這是一個W底勒 我覺得還不能這麼快斷定 一定要等隔一天確認 最近這兩天來做確認 好 做確認之後 因為這個量殺出來之後 它會有反彈 只是說它是不是就此要上來 去突破前方 我認為基本上 不能下太大的定論 它短線反彈有 短線反彈有 因為這個季線往下 這裡有個缺陸 短線有反彈 只是說 這個反彈多大 我們要後續看它的量人潮 只是基本上我認為反彈一定有 一定有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大盤就有短線的 我們剛剛講過了 大盤三天 有的股票都不破底 那個類股都不破底 好 那就是接下來 帶大盤上漲的一個主軸 那這就是一個大盤 吸波落底的訊號之一 好 我們一直在強調 落底的訊號 我認為基本上 大盤在這裡 落底的機會非常大 這裡因為今天 爆出了1,02億的大量 這個是一個我所說的換手量 所以基本上在底部的話 你不要因為空而空 你要懂得空 你要懂得補 反彈上來 你要不要做差架 做短多 基本上見仁見智 好 那不要因為空而空 我不知道一直空一直空 結果趕上去 我一直強調這一點 你不要失去理智 不要失去理智 不過短線反彈有 但是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長線 因為今天是9月份最後一天 收月線 來 我們來看 月線長這樣 來 我們特寫 月線這裡有一根流星 這個比較麻煩 這有一根流星 是帶量殺了流星 好啦 那本月又一根黑K棒 它叫做陰線吞噬 哇 流星就已經反轉信號 還一根黑陰線吞噬 那已經確立的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行情結束了 這個多頭行情結束了 所以我們放遠一點 多頭行情K線的形態 它已經確認之後 你看這個KD 我們講月KD 基本上 撒旦跟上帝的拔合裡面 如果撒旦贏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大段 好 那我不是像我大家說 長線基本上是已經有走空的情況 短線上它有反彈 那我直接給大家一個結論 請把握今年最後一次反彈的機會 好 請把握今年最後一次反彈的機會 那個機會基本上你短多可以做 但是你的套牢股票 你一定要趕快處理 因為基本上這個型態 已經是一個致命性型態 這趟月KD往下 它不會只有幾百點而已 好 所以在這裡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 把握這次的機會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可以跟我們夫人做一個聯絡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通訊時矯這麼多啊 沒辦法啊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我來去修基地台 要沒帶 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時了 台區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正在基地搶救當中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時了 爸 基地台 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勝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在於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副文師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擺有 我上個階段跟大家講說 基本上我認為 基本上這裡的西波達滿足點 會有一波反彈 而且它是今年最後一波反彈的機會 畢竟就是說你會聽到說 那這個反彈該怎麼辦 不要慌 不要急 這個反彈基本上是讓大家 在9500之上買股票套的人 最後一次把握住最後一次 反彈逃命的機會 但是相對的 如果你在之前這ABC兩波的一個 ABC兩波裡面 如果你沒有傷到 而且是全身而退 而且是每個轉折 都可以這樣子避開的話 那我相對的就是說 現在你該怎麼做 該空的時候是這裡 那這裡應該空嗎 這裡應該空嗎 我請大家 怎麼去看 我覺得量比價先行 我看到這個量之後 我不會叫你在這裡空 因為我們要客觀 因為技術分析強調就是一個客觀 一個邏輯的一個觀念 所以你才不會帶個人情感 帶個人情感你這一次就是怎麼樣 做多說轉折向上被扒 被抬出場了 被強迫斷頭出場了 但是要做什麼股票 基本上我們也有所堅持就是說 基本上那種量太小的股票 中小型股票 你要小心 我們剛剛說到 你要把握今年最後一次反彈機會 那相對的主力也會把握最後一次 要反彈出貨的機會 他會出什麼股票 小心股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反彈的話 我問你要搶反彈的話 我建議不要去搶那個中小型股 因為基本上他 基本上下場通常不會太好看 而是這種股票 基本上連發科這種股票 基本上反彈上來 有一定的利潤讓你去做 有一定的價差讓你去做 甚至我高檔建議賣出的 這個華亞科 我們從技術面就可以看出 量你要給我量 量價關係你看得透的話 你就知道他還會反彈 前幾天說大家說有壓要放空 我說不要在這裡空 我不會建議在這裡空 因為基本上量你要看得懂 量價關係 而不是負氣 我看他看不爽我就空他 其實也是情緒 情緒影響你的一個正確判斷 懂意思嗎 好 現在我們來談一下就是說 今天你看他這樣子股票 股市沒什麼跌 也其實美率 今天 哇 昨天我已經跟大家談過了 美率今天重挫 還持續重挫 為什麼會重挫 其實基本上 我剛剛講過 股市要做紅胎 要下雨 要跳水 我們基本上都可以透過 技術分析知道 股票也一樣 就像 他走什麼型態 就是這種啊 在高檔頭部晃很久的啊 晃很久啊 到一個量縮啊 他就會怎麼樣 哇 就跌破的時候帶量殺 今天還爆大量 我們學過了大量低點 從永遠不會是最低點 再從擺盪原理來講 他投注那麼大八個月 他的幅度這麼大的話 基本上有些股票 你要避開啦 我說就算大盤會反彈 不一定所有股票會反彈 弱勢股一定還會再跌 真的嗎 當然啊 你看最近什麼 盛華跌停板 好 為什麼 現在有盛華的人去想一下 你現在按後腦的是 當初為什麼沒有賣股票 回想一下 為什麼當初沒有賣股票 上次都有機會讓你賣啊 這機會 還有跌下來 還有反彈讓你賣 為什麼這麼不賣 因為你套牢嘛 你認為說 我套牢 我個人情感 我不願意賣 那你就會陷入一個迷思 我們學技術分析啊 就是要克服的是什麼 情緒的控管的盲點 你如果你有邏輯你知道方向 你就知道這裡該賣 反彈也是賣 都有機會賣喔 你不能怪別人 而是怪自己 我為什麼沒學好他 我為什麼沒有把技術分析 學好 所以現在有盛華人該怎麼辦 我有方法 我還是有方法 好 我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 如果你沒有來不及賣 我還是有辦法找機會 你看到DBA今天跌停板 DBA真的套了不少人 長期下來套了不少人 他都有機會讓你賣啊 這個點我相信在東盛的時候 告訴大家了 接下來他還有反彈讓你賣啊 都有啊 只是你不願意賣 又帶了個人情感 當你看到了 昨天大家在討論 觸控面板的這個問題 把每一檔都點出來了 結果呢 楊華 跌停板 這也是套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這些股票曾經都是幾百塊的 高價的股票你知道嗎 現在跌到多少 二十幾塊 但是呢 你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股票 不會一直跌下來的 它中間都會有反彈啊 而且都有機會讓你彈啊 這個地方跌破板就要走 跌破還有機會讓你板 讓你跑喔 讓你賣喔 結果一個跌下來 跌下來後 它還有機會讓你跑 為什麼不跑 因為你套在這裡 你不願意賣 因為你覺得它會上來 不要賣它 這麼便宜的它一定會反彈上來 你因為它越便宜 結果一看 昏倒 還有更便宜 還殺出大量 你都怕死了 怎麼殺到跌停板 你就很容易看到跌停板 那你情緒就怎麼樣 破破跳 你的心臟就一直跳 一直跳 那個情緒就是 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辦 你失去了情緒共管之後咧 你就可能會做出一些不理智狀況 所以我想說喜跟悲 它是一線之隔 悲是當初你追高 不知停損 喜是什麼 喜是如果你有賣 你那個喜悅就說好看 我有避開過 我們談了這些股票 我們跟你談這些股票 用意是要跟你講 它都有機會讓你賣 只是因為你個人的情緒關係 你不願意賣 中間過程都有機會 中間的過程都有機會讓你跑 你說好便宜啊 10塊的股票怎麼可以擲到哪裡去 一家公司再爛的公司 再虧錢的公司 都不值得你 就算它股價再低 都不值得你 投資為什麼 它下市了 它變幣子 沒價值了 是嗎 所以說從盛華就可以知道 其實你要去好好思考一下 當這一波反彈上來的時候 你當初犯了錯誤 現在還有機會 最後一次 今年最後一次的機會 讓你做調整 讓你去改正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把握那個機會 那一次來的時候 我相信如果你沒信心的話 那你需要一個人 透過技術分析 能夠告訴你方向邏輯 能夠透過去運動 告訴你接下來會談到哪裡 你應該怎麼走 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這才是重點 如果你想要把握的話 下面我們的電話 趕快跟我們聯絡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實名板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騎聽 請用騎聽五分珠 五分珠 趕夠好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轟天雷買一送三感恩回饋大放送 即日起參加轟天雷 終極食物翻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轟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釀 了解更多請速播 0223653255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水秘性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1111 看似平靜的海面 卻隱藏著知名危機 那就是離岸流 離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與破碎浪行程 往海裡 2011 2014 2014 2014